關於呢 把死螞蟻的粉末 撒在胡螞蟻身上 這隻螞蟻 就會被其他的螞蟻 以為是屍體搬走耶 這個留言 應該不是真的吧 這個也太扯了吧 螞蟻有這麼笨嗎 死的活的傻傻分不清楚啊 嗯 關於這個實驗啊 那我就派出 郊區最常看見的黑雞蟻 來試試看吧 帥氣的黑雞蟻 經常可以在灌木蟲 和中空的枯枝裡面 發現牠們的蹤跡 是螞蟻裡體型較大的種類 一對大鱷配上黑色的身體 是不是很酷啊 阿偉 為什麼要特別選用黑雞蟻啊 因為黑雞蟻牠們的生性啊 就是會把屍體搬到 比較遠的地方去 所以用這種螞蟻來觀察 牠們搬屍體的話 會比較容易 為了這個實驗啊 我特地準備了一罐螞蟻屍體 喔 螞蟻屍體耶 蚵蚵豆腐 善哉 善哉 喔 你還真的聞啊 這個就是螞蟻的屍稱味嗎 很重嗎 我可以出來耶 這個就是死亡非洛蒙的味道 那也就是所謂的屍臭味 那我們就來試驗看看 把螞蟻丟進來雪克之後 那那隻螞蟻再放回去 那其他螞蟻對牠的反應會是怎麼樣 讓牠身上沾了那個死亡非洛蒙 小兵何少廷 看準了一隻運氣不佳的朋友 把牠放到罐子裡雪克雪克 這樣會有任何效果咩 好 那我們現在綁下來喔 頂好牠 頂好牠 GO 還在那邊 活蹦亂跳 看起來就是活了 牠被攻擊了 被攻擊了 有沒有看到 牠一碰到牠的同伴就被攻擊耶 這感覺好像在攻擊什麼獵物之類的耶 對啊 但是現在大家都還對牠產生懷疑 所以牠在做測試 還在試探說牠到底是不是 是不是屍體 我的媽啊 這什麼測試的 明明就還在動啊 不會用眼睛看喔 這就是螞蟻的天性 那不要說這個是我們人類 刻意製造出來的結果喔 如果在野外的話 螞蟻牠只要搬屍體搬夠久了 那身體沾染了很多死亡 菲羅蒙死亡的氣味之後 牠回到草裡 牠的同伴看到 聞到牠的味道 就會認為牠是屍體 也會把它搬出去丟 所以不是 愛乾淨的螞蟻 習慣會把窩裡的垃圾 清得乾乾淨淨 只是萬萬沒有想到 就連辛辛苦苦搬屍體 沾染了屍臭味的螞蟻 也會被當作垃圾丟棄 這也未免太無辜了吧 嗅覺對於螞蟻來說 真的這麼重要嗎 難道說牠們的視覺 觸覺一點用處都沒有嗎 螞蟻跟其他的動物一樣 牠也依賴視覺 以及觸覺 當然牠最依賴的是 因為一隻螞蟻可以 分泌上百種的化學信息 牠們會主要以化學信息 來判斷牠們的生活 以及判斷牠們周遭環境的變化 或者作為辨識 那麼一隻螞蟻如果死掉的話 牠就身體開始會分解 那麼尤其是脂肪 會分解成脂肪酸 脂肪酸這種東西是 螞蟻最討厭的物質 牠會想要把它搬離它的草 所以牠被沾上 一隻活的螞蟻 如果被沾上脂肪酸的話呢 也就是有了 死掉的這種訊號的時候呢 即使牠努力的掙扎 也會被同伴視為是 死掉的螞蟻而拖到 所謂的螞蟻的墳場去丟棄 人們說眼鏡為品 想不到螞蟻卻是寧願相信嗅覺 也不相信眼睛呀 解開了第一個謎團後 留言所說 螞蟻排隊搬食物的時候 只要我們插個隊 把隊伍解斷 後面的螞蟻就會找不到路四處亂窜 會是真的嗎 要做這個實驗 阿偉認為室內環境太小 效果不佳 於是三人前往位於桃園近郊的 虎頭山 停 等一下 螞蟻在這邊 這裡 對 這一窩是我觀察多年的螞蟻 是喔 不過現在螞蟻都躲在裡面 沒有出來 那這樣子我們要怎麼樣 看牠排隊這個隊伍 這個很簡單 我們只要用最容易 女幼螞蟻出來的 誘食法就可以了 誘食法 誘食法 那要用什麼東西來誘呢 來 今天帶來的法寶 嗯 昆蟲 昆蟲 對對對 用蟲蟲引誘牠們 而且還是活的是吧 哇 半死不活了 對 好大喔 我們用這一隻 東方水蓮 好啦 那就犧牲你啦 不好意思啦 來 那擺哪裡 我們放在離朝 不會太遠的地方 嗯 對 就把它放在這邊喔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欸 這感覺離牠們巢穴還挺遠的耶 那這樣子螞蟻找到多久時間啊 不一定耶 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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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看牠們搜索兵什麼時候找到牠 嗯 搜索兵找到牠之後 搜索兵回去通報 嗯 那螞蟻隊伍就會到這邊來了 所以還要有點碰運氣就對了啦 是啊 碰運氣啊 OK OK 什麼呀 竟然要靠運氣 各位蟻大哥行行好 趕快出來找食物吧 嗨 經過了好一段時間 都沒有螞蟻向右耳靠近呀 二位說 螞蟻的嗅覺並不差 只是呢 在我們看來短短的一段距離 對螞蟻而言 可能是好遙遠的一段路呢 所以我們也不能太苛責牠們啦 咦 說實吃那十塊 有一隻螞蟻接觸到食物囉 咦 牠找到了 有一隻搜索兵碰到了 牠正在試探 這東西是不是可以吃 試探完之後咧 然後牠先咬一咬看 確定這是食物 然後牠等一下就會發現 這體型好大 需要回去通報同伴來幫忙 如果小的牠可能就自己 真的耶 這隻搜索兵 在發現到自己力氣不夠以後 不知道變了什麼魔法 遠方以穴裡的螞蟻 竟然傾朝而出 四隻 五隻 二隻 三隻 哇 螞蟻大軍全面進攻啦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難道螞蟻也有手機嗎 當第一隻螞蟻找到食物的時候 牠的腹部會在地上 沿著回程的路上 點下一種化學物質 我們稱之為 繡基菲洛蒙 那麼第二隻螞蟻呢 就跟著這個味道找到食物 找到食物的第二隻螞蟻呢 牠會持續的在這一條路上 再點上繡基菲洛蒙 第三隻 第四隻也是如此 於是呢這一條找到 找食物的路徑呢 就會 就有很強的化學信息 那麼很多隻螞蟻就可以 沿著這個化學信息排隊找到食物 欸 既然已經排成一列少廷 我們就可以來做這個實驗了吧 哈哈哈哈 我來 擦 擦這邊 實驗結果真的會和劉燕所說的一樣嗎 少廷拿著布 從隊伍的中央擦過 哇 不但要前往食物所在地的螞蟻 迷了路 軟成了一片 就連準備回家搬救兵的螞蟻 也滾頭囉 真的耶 你看 迷路了耶 所以這個麻木不擦真的有效耶 現在就是因為螞蟻的費洛蒙 牠就是靠後續的螞蟻 一直來延續的 否則牠很快就會散掉 對 那我們這樣一擦過去之後 費洛蒙就消失了 一消失牠們後面就不知道說 我現在的路要怎麼走 就會堵在這邊 原來費洛蒙的氣味 必須依賴一隻隻螞蟻 不斷地走過來延續下去 味道是很微弱的 就算不用布 只用手指劃過 也可以發現螞蟻慌不擇路地亂跑 但是如果你覺得螞蟻 就只有這點能耐 那你就錯了 你看 螞蟻剛剛雖然好像有點迷路 不知道該往哪裡走 但是其實很快地 又找到可以順利回家的路 沒錯 所以我才建議 我們要來室外做 因為如果距離太短的話 螞蟻很快就接到牠回家的路 喔 但這樣子螞蟻只靠嗅覺 就可以完成蜜蜘 其實牠們很厲害喔 對 沒錯 就這樣說 如初恆